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視頻獨白Channel 我Channel主要講攝影文化技術技術 講相機的 在這兩天有一宗相當興奮的消息出了 我本來在兩天之前拍攝 但人又懶著懶著 加上是過節 過節當然是先過節 今天假期完了 繼續和大家拍片 什麼消息這麼精彩 所以Nikon有兩支新鏡頭 這兩支鏡頭值不值得買呢 跟大家說說 這兩支鏡頭是其中一支我夢寐以求的 等了很久 我每次上Nikon都跟他們說 好出啦大哥 我等了很久 求他們快點出 當然是求不到的 他們有他們的計劃 這鏡頭終於在兩天前出了 這鏡頭是Nikon Z180-600mm 5.6-6.3Vrl 即是傳說中那支200-600 這支鏡頭 相當慷慨 給大家更多 18-600mm 保重一點 當然這些是微不足度的 這支鏡頭正的地方 就是一支 以600mm來說 相當輕巧一支鏡頭 而且是一支由約200mm 即180mm 變焦到600mm 大概有三倍變焦 多一點點 對於一些野外影生態 特別是打掌 是一支相當不錯的鏡頭 雖然光圈是輕輕細小小 但你也知道 沒辦法 如果一支鏡頭又要輕又可以HANDHEL 的話 這支是一支相當好的平衡鏡頭 6.3Vrl 對於遠攝來計 在菲林時代 你就會咬牙切齒 但在數碼時代 你就不一定用ISO-100 200-400 800-600 你都可以用 沒什麼所謂 所以 小光圈就真的 不是很大問題 而且6.3Vrl 不算小 只有很緊要 5.6光圈小小小 先說回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是一支 OK 現在大家在畫面 看到這支 在Nikon官網展示出的鏡頭 這支鏡頭 現在是未賣的 大概在一個月後 才正式上市 現在就預早宣佈 在外國的網站 可以Pre-order 在香港如果是一些雙熟的相機店 你都或者可以Pre-order 這支鏡頭先說定價 Nikon公佈了定價是 16,680元 即是17,000元 有少少少 那這支鏡頭 覺得是貴不貴呢 作為一支600mm鏡頭 這個價錢是絕對不能夠貴的 實際上是一支雙二的鏡頭 它的價錢雖然比市場上 例如Sony那支200-600 是輕貴了少少 但科技就新少少 它再輕少少 畫質又正少少 加上它的VR避震又好少少 加上這些的話 所以市場上的價錢 算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當然 你要計算全世界 用不同地區的匯率來計算 香港的價錢 我覺得輕微進取了少少 但這個是Nikon近期的做法 但不要緊 這個只是定價 當這支鏡頭的供應 如果是賣一輪之後 它的價錢的市場價 應該會輕輕落一點 假如你急著用的話 你沒辦法 你硬吃1萬7千元 就有少少少 假如你不是急著用 你等第二三輪 遲少少的話 價錢應該會相宜一點 但不重要 為什麼呢 如果這支鏡頭是適合的話 你特別配上Z9或Z8的話 真的相當正的鏡頭 這支鏡頭是一支可以HANDHELL 大家在畫面看到 一支可以HANDHELL的600mm鏡頭 Nikon也是 主打的廣告都說這支鏡頭 是打著用的 確實我很想買這支鏡頭 真的很想拿去打著用 確實是 這支鏡頭的宣傳說 讓你盡情發揮現象力 不是想像力 即是說這支鏡頭可以讓我們拍到一個相當遠距離的 很多以前是遠到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現在就可以靠這支鏡頭拍到 我覺得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自己 常用的最遠攝都是用300mm 常用 當然我有一支500mm 但比較少用 那些是反射鏡 極少用 600mm是我一支夢寐以求鏡頭 當然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現在這支鏡頭是深大深小的 一方面我想買800 6.3那支鏡頭 5萬多元 相當抵的那支鏡頭 但問題是當Nikon出了這支 180-600 只買17000元有抓的話 我覺得這支鏡頭的吸引力更加大 雖然它不夠800mm那支 那麼遠距打著計 但由於它是一支變焦鏡 只能靠在180-600 的話 可以給到我的 Facibility更加大 那麼所以我分分鐘 我便 疑情別戀 由之800 6.3 改為買這支 180-600 5.6-6.3 這樣可能更加實際 那這支鏡頭 另一個我覺得 很吸引我的特點 就是近涉到1.3米 近涉到1.3米根据资料所知 这支镜头应该是180那时1.3米 不是600mm那时1.3米 但无论如何这支镜头已经可以作为一支 近乎微距镜头去用 当然未到微距镜,但近乎 假如你用来拍一些小微的东西 来拍一些花或者昆虫 这支镜头也是绝绝有余的 当然你拿这么大的镜子出去拍照的话 最好是动脚架 但不重要它基本上有5.5级的VR避震 即是这支镜头就算放在没有避震的 concept相机 例如Z30,Z50,ZFC 它都有避震功能给你,去到5.5级 那重量呢? 坦白说以600mm来算 它不算重 但是算轻 只是2公斤有罩 1955克 确实它比Sony的2600 所以作为一支600mm镜头 Handheld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你记住 它始终是2公斤重的镜头 你不要想着没有需要软摄镜 你拿来当作180mm拍人像用 你真的拿来搞 所以我建议大家 今天考虑上Nikon的另一支镜头 那支镜头是一支到180mm 70-180mm 那些镜头的话 我觉得值得考虑 稍后再讲 先讲这支镜头 这支镜头除了是软摄之外 可以拍一些软的动物之外 你甚至可以拿来拍一些近的镜头 它的放大率是先讲了 近接到1.3米 放大率是0.25倍 即是1比4的 close-up lens 不算微距镜 一支算是close-up lens 即是拍摄这些花位特效的相 感觉的相片相当不错 相当germatic的戏剧性 虽然它不是影真大光圈 6.3不算是一个 以600mm来算是一个中等光圈 中等轻轻小一点 即是6.5.6就合理一点 但在变超计6.3没办法 但看了散景其实都可以的 不算是影真漂亮 但问题也是很有梦幻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玩一个 最棒的地方 就是一支600mm的镜头 放在背囊上行山 也不算太过分 对我来说是过分 我没打算这样用 所以它拍到相当好的东西 特别是这支镜头 用了一个 这个是STM摩打 一个是步进马达 即是步进摩打 即是它是相当宁静 Smooth的摩打 即是你不单止用来拍摄 你用来拍片的话 它都相当反应好 这个是这支镜头的优点 甚至Nikon的广告宣传 有位女攝影师拿着女人 可以的 即是说 确实是不算重 这是两公斤有抓 甚至 大家知道Z8 除了新增了功能 要拍飞机 除了拿一支镜头 打着之外 你拿去拍飞机的话 都可以的 你看一张这么戏剧性的相 就是用这支是180-600mm镜头 那种压缩感给我们 是相当震撼的 所以你为了这个效果 我觉得你也值得买这支镜头 确实是不贵的 以Z镜头 以这个世代的镜头来计 所以价钱全部上升 特别是S-Line镜头 GG都是肉赤价 但问题是由于这支镜头 确实不是S-Line 所以价钱相当相宜 只是1万7千元有抓 这个定价 记住 将来市场价可能便宜 当然 如果不够货 炒价自然会贵 大家衡量自己 他给我们一个很棒的 压缩感的视觉 压缩感的感觉 压缩感的视觉 相当正 当然 说到尾 其实都是打仗 我也是打仗的 这些野生小动物 都可以拍的 如果有些朋友 例如你现在去了外国住 去了加拿大住 去了澳洲住 去了英国住 分分钟有些虫鼠 在你的花园 你有只狐狸也有 你有只 一百零到六百的话 你就坐在你家的窗 就拍到你的花园 那些小动物 挺正的 OK 这支镜头 有四个功能 四个功能 可以分担到 你机身的很多功能 你设置在这部机 可以托着镜头的时候 你用你的手指 就可以按到 这些功能 对影响相当有帮助 我确实 四个功能 我暂时未想到 怎样用 我先买了 先告诉大家 这支 这支 对我来说 是必坏的镜头 先讲一下 画质 先讲一下 它的技术 根据这个网站 它有五个highlight技术 第一个就是 STM 这个是步进马达 它确实 你用来拍片的话 有这个 stepping motor 是真的 正好很多 基本上 smooth 和静很重要 你不会在 对焦 有时候听到 摩打的声 你在现场收音 你不会 有这样的声 有讨厌的声 另外 它用了一个 枯涂层 枯涂层是什么 是它前面的镜片 就加了一个 枯涂层 使它能有防污的效果 没有那么容易 黏污水 黏沉 在户外用的话 基本上 你不用加 保护镜 都可以 当然 你要小心 不要刮到它 基本上 它是有防尘的效果 Nikon 是很棒的 它那些测验 是拿一些 骯髒的东西滴下去 一滑就掉了 这方面 是很棒的 另外 一支是IF镜头 不用买得那么大 一定是IF的 不是IF 你不要用 它是一支内对焦镜头 比较Smooth 当你在操作的时候 对焦变焦 它就不会伸张缩短 这方面很重要 特别是这么大的镜头 另外 它说它是电池光圈 是比较精准的 现在这些镜头 应该是用这个科技的 ED镜 不用说 这支镜头 是用了大量ED镜片 我给大家看看 这支镜头的技术 根据Nikon 这个美国的官方网站 它介绍了这支镜头的技术 其实它用了25片 17组 总共用了6块ED镜片 一块非球面镜 以及一块是 枯图层的前片 继续光学图就是这个 大家画面看到这个 细小一点 Anyway 那么多ED镜片 这支镜头的颜色 就解决了 我看了它的MTF图 我觉得在广角镜 那时候 反差简直是无懈可激的 就算解像度也好 都是相当高的 0.9以上的 去到边缘 轻微差一点 不是差 Sorry 轻微没那么好 我修正一下 去到0.7以上 是一支 绝对是水准以上的镜头 你记住 它不是S-Line镜头 但去到这个水准的话 它真的是比足料 来的 Telly那时候 轻微 边角的时候 就油一点 但这个不是问题 是很边角 才出现这个现象 大家在这个MTF图就看到了 OK 那确实 以这样的价钱 买到这么高质素的镜头 我觉得Nikon这个定价 都是 有点看着Sony的定价去做 我真的不敢说 它不敢抛太贵 Anyway 这支镜头 虽然它不是S-Line 但我相信它也有 防水防尘的东西 不用问的 总之 有一支2公斤有抓的 4磅5盎士的 轻巧镜头 有5.5级避震 宁静快速的AF 我觉得 无论你喜欢拍野生动物 打着 这支镜头都是 我高度推荐 OK 1万7千元有抓 大家想想 怎样 大家留言说一下 你有没有兴趣 今天讲第二支Nikon镜头 Nikon很兴奋 一次过出两支镜头 第二支镜头 就是 画面大家看到这支 你的创意任期 我会唱 这些都是广告宣传术语 是一支 基本的软涉变焦镜 三倍变焦镜 这支镜头是 70到180 那 也是冒昧以求 画面上 买到我推荐的台湾出版中文摄影书 现在大概都有五六十本 供应商就说可能是 最后七月做完就会停 大家想买书 就是趁手 OK 今天 没有包住 很清楚看到 连了六支 八支 相当仍然痛 我稍后会包他 现在休息一下 OK 在上高 就买到我推荐的书 买三本就包顺风云费 可以免费送到你家 送到你办公室 或者就近顺风站 我提醒大家 如果你用顺风站的话 你真的收到他通知 二十四小时内 一定要去拿 否则的话 他真的会处理你的东西 千万 所以尽量寄家 我觉得寄家最方便 起码就算你家没人收 管理署有人代收 已经可以了 这批书 主要是翻译的书 是一些外国出版的 正的视频书 台湾很聪明的出版商 买了版权来翻译 我更加在里面 更加精选 我推荐给大家 就是上高这一批书 上高就能买到的了 另外外面上高也能买到 我推荐的 carl size 赛斯镜头子 德国配方 当然不是德国做 现在这批是台湾做的 一个新的packing 保证新鲜 和你在香港普遍市面上找到的 来自其他地区的不同 而且那些是旧货 肯定我的新鲜很多 而且更加重要的 一盒子是买200元 没有加利价 而且仍然包运费 就是说你买一盒子 需要给200元 就有200张 只是平均一张 就解决了你镜头上的 油漬和手指震 这些难题 不用再想些什么 用些什么镜头水 眼镜水 眼镜布 高浓度酒精 之类之类之类 不要搞这些东西了 一张镜头子 一晚就给你搞定了 这些problem 多贵 而且现在是买三盒 同手 买三盒 就送一条爬山省相机 但仍然可以选颜色 你可以选红色 橙色 绿色 均绿之类 蓝色都还可以 黑色就送完了 黑色很受欢迎 另外在推广期 送一条USB-C to C L型插头的PD供电线 刚才说漏了 买书买三盒都送这条PD供电线 如果独立买的话 起码都要50-80元一条 相当正 L型插头意思是 可以紧密插在你机身 不会在旁边凸出来 所以你拿相机就不会阻止你 是一个专业为摄影师 而考虑到的产品 好吗 今晚上回就买到的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